台湾核四的风暴该如何解 最新消息 总统马英九上午接见了日台 交换核能资讯访问团时 重申了核四一号机安检后封存 二号机停工的立场 他也特别提到了 台日的能源发展很像 90%靠的是外来能源 如今日本决定重启核电 原因为何 他强调台湾也应该来好好探讨 台湾跟日本一样 也是处于地震带 台湾98%的能源 也仰赖进口 台湾也是独立的电网 没有办法向其他的国家 或地区采购电力 而核能占我们发电量的 18.4%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非常希望了解 日本的经验 作为我们处理核电问题的 重要参考 这日台交换核能资讯访问团成员 大概是有20人左右 团长是前东大的校长 有部分的成员 还是选区内就有核电厂的日本参议员 他们也特别提及 福岛核灾是千年一次才碰到 这些年呢 他们电费涨了20% 失业率也大增 访问团的成员说法就是呢 是否就是台湾未来会碰到的困境 也备受关注 医院的成员 我认识 这个练习的对方 是最大的